我和警察看過, 但全都離開了 為甚麼不吃?你想餓死? 你試過放過我嗎? 我還沒做完, 不會放棄的 你不想做甚麼?你還要殺誰? 殺死活該的人 現在回頭還來得及 我已經殺了兩個人 你以為我還可以回頭? 我怎麼也會做最後這件事 我知道你有苦衷 你告訴我, 我幫到你的 你不用讓我收拾, 沒用 是 或者你覺得殺人 和殺者的眼睛沒有分別 但是你是人 你的良知去了哪裡? 你告訴我 你告訴我 為甚麼每天都會有人被車載死 為甚麼有人逛街都被磚頭打死 為甚麼在家吃飯一樣會死 為甚麼心底越好的人越早死 為甚麼? 你根本實在是歪理 這個世界根本不公平 代表你可以亂殺人 我八爺教廊 殺人放火金腰帶 修橋補路無視鞋 口心沒有好報 以前我笨, 我不信 現在我知道 這件事, 這個世界根本就沒有天理 在我的真理裡面 誰拿著槍就誰說事 我不是今天 如果我可以殺了一個壞人 我就會放你走 但萬一我失敗了 你死了 就當你不幸運 關你甚麼事? 我是喜歡小朋友, 怎麼辦? 法哥都說我沒罪 那張照片和片子有甚麼不同? 開手殺了羅九之後 竟然把那陣無言車排整齊 你明白嗎? 按釘按得很整齊 對不起 好, 是我, 是我, 我的蛋 我是誰的蛋 我想再看一次去第一game演場 對 你們的同事有沒有動過現場的東西? 現場還沒解封, 應該沒動過 好 兇手很可能有強迫症 所以水松板上去按釘 兇手也要刺得很正常 有強迫症的人 如果沒辦法完成 他心裡認為要做的事 他們就會很焦慮 譬如洗手 又或者把對稱的東西排列整齊 還有,我留意到張麗婷的片段裡面 兇手有個小動作 就是會擦脫左手的無名字 兇手再次回來現場 很有可能就要找他 不見了那隻結婚戒指 很大可能